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 拼车这种火箭发射模式的创新 是硬市场需求而生的 但是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 牵一发而动全身 火箭研制团队最初是基于怎样的想法 来应对这样的转变呢 他们为了实现这种转变 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长城八号火箭是航天科技集团 为了满足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而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 它可以填补我国运载火箭 在太阳同步轨道 卫星发射能力的空白 满足资源卫星 科学试验卫星 等各类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 2020年12月22日 长城八号成功首飞 然而在此后 型号团队就面临无心可打的冲击 摇一以后呢 这个没有明确的 这个载荷和任务 没有可打的东西 我们就确定这种 共享模式的方式 到市场上去找这个宅 简单的说一句话 就是拼车方 把很多小卫星给它凑在一块 实现本次用 小云告诉记者 到市场上找卫星 这对他们这样的研制团队来说 还是头一次 市场上的大部分卫星公司 还都处于初创期 卫星比较小 为了尽可能的不浪费运力 他们走访了20多家各类的卫星公司 宇航部把任务拿回来 我们完成 把成功就完了 现在要跟很多这个商业公司 来进行沟通 就是在这个技术协调过程中 商务谈判过程中 都非常刺激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沟通之后 长征8号 摇二运载火箭最终确定 由七家卫星制造商 来共同完成这次任务 2022年2月 长征8号摇二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以一箭22星的拼车方式成功发射 创造了当时我国一箭多星的记录 非常的艰辛 但是也是我们看到 这个市场潜力很大 根据这个市场的 能够共享的用户吧 多少来实现共享发射 所以这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